Yo 大家好 又是我 Daryl 呀 香港終於不用去旁邊了 如果出去回來的時候 真的令到很多人 包括我自己 都很想去旅行 所以今集就想說一說 當你去旅行的時候 是怎樣才能夾到你單車出去玩呢 我們一齊去片看看吧 Let's go 終於有機會用這個Bife Bag了 要去旅行啦 這個袋子都放了兩三年 一直都沒有用過 看這裏已經很髒了 好噁心啦 完全是變了一個 高級的很昂貴的貓 的一個cusion 要先清潔一下它 Anyways 其實我本身 都是喜歡用這些軟袋的 為什麼呢 硬袋的話 我相信它的保護是比較好一點的 但是呢 你要考慮它的重量 因為真的會 有可能令到你會超重的 尤其是如果你的單車不是 那麼輕的話 你裝少少東西進去 都已經很容易超重的了 這個要考慮啦 第二其實它呢 是真的硬袋的話 是容易爛的 我試過用它 都是會被人撞 然後呢 就穿了一個洞 然後這些東西都掉了出來 其實都蠻瘋的 反而這些呢 最多就是 有人不知道怎樣 可能戒掉 然後那些棉花 都會飛了出來 但是至少不會說 穿了一個洞 穿了一個洞 然後那些東西都飛了出來 所以呢 我到最後呢 都是比較喜歡這些布袋 我們現在 抹抹它 先清潔一下它 就好了 當然還有另外一個方法 就是用紙箱 它的好處 就是便宜靚正 尤其是適合一些 沒有地方去儲存 單車行李箱 的一些人去用的 例如 如果你是從A點到B點走的話 這樣就很適合你的 有一個名字的 西盾這個袋 真的是一個懶人用的單車袋 因為它非常之簡單 你只需要 把頭尾輪拆掉 馬上去 然後把輪子在旁邊拍 這樣就已經完成了 現在我就快鏡 這樣速度了整個 整個程度 怎樣去盛車 讓大家有個概念 應該是怎樣做才對的 這個單車袋的好處 除了方便之外 亦都是兼顧到 兩種不同的車 不管你是用 Disk Brake 也好 Rim Brake 也好 只需要換一換換搭配器 這樣就完成了 簡單 看到通常我都是喜歡 把前輪 先把它除掉 然後放上單車架 這樣的話 整個 車會很穩定 你可以慢慢攪拆它 都沒有問題 其實最 最重要的 亦都是最重要的部分 就是後面 究竟你怎樣可以 把波腳 好好地 放上去 以及保護好它 其實Sycon 筋袋的話 確實是有一個 類似 一個小的鐵架 這樣的東西 去保護著波腳 等你其實不用怎樣 弄 怎樣 搭配它 都理論上 是 頂得順的 但是呢 我自己 你裝上去又覺得好像不太順 擺那個位置 怎樣裝都不是 怎樣裝得漂亮的 所以我一向都不會用它這個 筋袋的 這個鐵架 小的 反而是怎樣做呢 我會拆了整個波腳 但是我不是在那個 筋袋的那個位置 拆的 我會是在 波腳 和我 斜架的那個位置 那個螺絲 就拆了它 在那裏 直接是把整個 波腳 連著波腳 拆下來的 那為什麼這樣做呢 我自己的理論 就是如果我在這個位置拆它的話 我不會怎樣去影響到整個波腳的 indexing 即是說你不會裝回車的時候 就會轉波不準 又會跳鏈 就是完全沒有這些問題 目前為止的話 其實我用了這麼久 每次都是這樣去裝 又真的沒問題的 反而有以前我剛剛試用這個袋的時候 頭幾次在下的那個位置拆它 又真的有一點點不準 結果是拿回單車店幫我教一教 所以這個是我自己的一個提示 但大家都可能會想到另一個問題就是 我拆了波腳 連著波腳勾 那之後放在哪裏呢 我覺得它有點不準 那又不完全是這樣的 我會把它放在一個保護的附件裡面 這個附件也有一點點的 固定 還有有一邊是硬身的 這樣就會好好的保護到整個波腳勾 然後我會把它放在整個車架的後叉的中間 這些位置 同樣又是找一些附件 例如拆架、衣服、衣服等 這樣就放在那裏呢 這樣就基本上不會到處移動 另外一個為了保障安全的東西 就是這個Apple的AirTag 這個AirTag我就特意掛在這個袋裡面 就沒有掛在外面 因為What's the point 但是呢 放在裡面 那都是以防萬一 如果真的不見了 有什麼冬瓜豆腐 你至少都好像有個機會 可以查到它在哪裏 找不得翻它 確實是試過很多時候 那些人去到目的地 但是單車還未到過 不知道去到哪裏 所以這個未必可以幫到大排 不知道 如果你是用碟煞車的話 那很重要的是 一定要有這些 brake pad的rotor 叫什麼 鮑魚那些 這樣的spacer 這些都是防止 如果你不小心遮蓋到 如果有一個Leveres的話 就會把一些Pistons 這樣 撞出來 情況嚴重的話 可能會撞到 整個Pistons 飛了出來 之後 就遮蓋到 brake fluid 這樣就不太好 這些就放在rotor的位置 卡住 這樣就可以避免這件事發生 這個真的很重要 當我把整架車馬了上去 和波腳方面都已經處理好 我就會慢慢地把Pistons 再包上整架車架 好 那單車就七七八八了 當然未完成 但是基本上已經馬了上去 這個單車袋 也都已經包紮好了 其實這些這樣的cushion 是怎麼來的呢 都是從這間公司Sycon 一起買的 我記得 如果沒有記錯的話 現在也不知道是不是這樣 因為已經隔了幾年了 我記得 跟這個車袋 是有些很基本的 這些箭 但其實不多 我記得好像有handle bar 一個top tube 的箭 然後好像有幾個 這些小的 seed stay 前叉的箭 然後就沒有了 不是那麼多 那所以呢 其實就不是完全覆蓋到整架車 保護不到整架車的 那我之後呢 就買多幾個seed stay 例如我買多幾個top tube 這些這樣的東西 那我就可以包上一個seed tone 還有一個上管 下管 又包得緊 再買多幾個不同的 硬身一點的一些 那些小箭 都是包著 波腳 其實波腳 真的是最脆弱的一部分 這個是絕對不可以 有什麼凍瓜豆腐的 所以我等一下都可能會再看 有沒有其他的 箭 或者三褲 這樣就放進去的 如果你沒有這樣的箭 的話 也都想去保護好它 其實都有方法的 你不一定要買 這些的 有位車友 以前我跟我說過 可以去便宜點 買一些枕頭 或者拿回你自己會帶去的衣服 一些軟的東西 便宜的東西 到處攝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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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都是一個方法 最後一件事 就是要把連接 把連接放在旁邊的連接袋裡面 然後就把整架車的 然後鎖死整架車 就可以了 其實放連接進去的時候 一陣子上飛機前 機組人員都會提醒你有沒有把氣全部放在 我知道2 Plus的話 如果放在所有的氣 到達目的地後要倒閉起來 確實是有點難度的 除非你會說帶著一枝地倒閉的功能 但這個其實有點不太現實 所以我自己會建議大家用Cleancher 比較穩妥 但如果你用Cleancher 的話 那你真的要想想方法 看看可不可以留一點的氣在裡面才可以 我每次出旅程都會帶著一些寫啤的波角勾 因為你如果真的熬了的話 你很幸運的就可以把自己熬直 不幸運的話 你真的要整個換 而去那些地方未必每個地方都會找到一個寫啤的波角勾 因為真的有很多不同的地方 不同的型號 所以最好都是自己買好幾個帶去 其實一般的旅程的話 可能我帶一個就已經夠了 至少你去到那個地方 爛了 你可以立刻活再踩 你回到香港 我有回程那一刻 爛了就慢慢再去找 但今次因為我去幾個地方 要轉幾次機的 我怕每次去一個新的地方都會難一次 所以我只有三個波角勾 短猜也不會出問題 如果三個都和我斷了的話 那真是連我團隊都叫我不要再鬥車了 這個袋子有一樣東西我喜歡的 就是它將所有的指示 那些指示的方法已經是 就是套死了在袋子裡 那你永遠都不會說 不見了指示之後 要上網找啊 或者不知怎樣補充的 所以這件事是好的 Imagine 這裡和這邊 都是LINK 袋子來的 那你就把LINK 放在這裏 這樣就可以了 那但是裏面呢 它原裝在這裏的位置 那個Pattern其實都 我覺得是有點薄的 那所以我自己就再把本身的LINK 袋子 就再放在這裏 就好像多一層的保護 那你可以這樣做 或者你可以又是找些衣服 又是放在這裏 Cushion 什麼都好 那另外一件事 如果你是碟煞的話 又要注意了 就是你的Disk Router 我現在已經將對LINK 放進去 那就不然拿出來了 但是Router 因為你這樣放的話 如果保護得不好 那又是很容易 那就有機會 咬了 咬了又是麻煩了 那這些師兄會怎樣做呢 最穩陣的 拆它出來 然後就放在你 一個比較安全一點的位置 未必是一個單車袋裡 已經 可能是在你自己的另外一個 行李箱裏面 又是放在衣服 那這個是其中一個方法 但是又要注意了 這樣做的話 你要小心有Contamination 那最好放在Zip Lock的袋裡面 這樣就保護它 不要被油尖到它 再不然的話 就好像我這樣 懶了一點 就是 又是 放多一點的Cution 和衣服 在這裡 這樣就保護回Router 這樣 我用這個方法 就這樣攝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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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麼多年都 Touchwood 未試過熬Router 所以我建議可以試過這樣就算數了 所以我建議可以試過這樣就算數了 真的很還心呀 其實以前 以前旅行的時候 在旅行的時候 現時已經 packed好 一colo шman 我們下次再見 大家有些特别的提示可以分享给大家 不逢在下面留言留言 今集就这么多了 下次再见